大家好,我是波波 一直想给大家读中国的四大名著 今天算是有时间给大家读一下 听着听着你们就会了 中国的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楼梦 西游记 今天我们先读西游记 你读啊 让开让开 要开始读西游记了 你要听西游记啊 西游记 作者吴承恩 明代 明代是1368年到1644年之间 第一章 美猴王腾空出世 很久很久以前 天下分为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善部州 北聚卢州 四大部州 在东圣神州的奥来国 有一座花果山 山顶上有一块高三丈六尺五寸的鲜石 天下就是世界的意思 天下就是世界的意思 分为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这些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地方 有四个地方 很大的四个州 有一个奥来国 有一个奥来国 有一座花果山 山顶最高的地方 有一块高三丈六尺五寸 丈尺寸是以前的计算单位 现在我们用米厘米 对吧 鲜石 就是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 一天 鲜石突然蹦裂 从里面滚出一枚石卵 微风一吹 石卵变成了一只石猴 蹦裂 出来了一只猴子 这只石猴的身体和五官 与猴子没有两样 它出来后 马上拜了四方 它和猴子一模一样 它出来的时候 马上就拜 这叫拜 四方 东西南北 四方 很快 石猴和山中的各种动物 成了好朋友 一天 天气非常炎热 石猴跟着一群猴子 到山剑里洗澡 洗得十分痛快 山剑 两座山之间 有一条河 这个叫山剑 大家洗了一会儿 有只猴子不禁问 这水的源头在哪里呢 大家都说不知道 于是 他们结伴去寻找水源 水的源头 猴子们顺着山剑 找到水的源头 发现一条瀑布 仿佛从天而降 气势非凡 瀑布 他们看到一个瀑布 一只猴子喊道 谁有真本事 敢钻进瀑布里 又没弄伤身体 我们就拜他为王 忽然 有只猴子跳出来 高声应道 我进去 大伙一瞧 原来是那只石猴 石猴说完 闭上眼 蹲下身 然后纵身一跳 就跳入了瀑布 啾 咚 进去了 进入瀑布后 石猴睁开了眼睛 只见里面没有水 各种石质器具 样样齐全 里面没有水 有这些器具 洞中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 花果山 福地 水连洞 洞天 几个字 石碑 刻着这几个字 石猴高兴地 连忙跳出洞 把一切都告诉了 其他猴子 然后带领大家 进洞 居住 他们全部搬进去 喽 猴子们 遵守诺言 拜石猴为王 并称石猴为 美猴王 因为他带大家进去了 而且他是第一个进去的 所以大家 拜他为王 现在他是大王了 第二章 历尖心猴王学义 三五百年过去了 一天 猴王突然想到 我虽然现在很快乐 可总有一天会死的 于是悲伤地落下眼泪 有只猴子献祭说 若想长生不老 就得去向佛 先神学习 长生不老的意思就是 永远不老不死 一直活着 这个叫长生不老 献祭就是告诉他 我有一个好的计划 有一个好的建议 告诉你 你要去向佛 先神学习 猴王采纳了他的建议 第二天就走水路 去学习长生不老的本领 水路啊 学习长生不老的本领 技术 去学习这个技术了 过了八九年 一天 猴王来到了 犀牛鹤州的地界 他上了岸 来到一座高山前 从船上下来 到这儿就叫上岸 上岸了 猴子找来衣服穿上 又打听到 这山上 有个斜月三仙洞 里面住着 菩提祖师 他就是菩提祖师 猴王赶到那儿 拜见祖师 祖师见他聪明伶俐 就收他为徒 并给他取名 孙悟空 菩提祖师 给他取了名字 孙悟空 悟空每天跟随 师兄们 学习诵经 焚香 空闲时 就养花修树 扫地挑水 师兄啊 他的前辈 跟着这些师兄 学习诵经 焚香 这些 还有 有空的时候呢 就打扫卫生 一天 祖师要教悟空 占卜 参禅 悟空一听这些 都不能长生不老 就不愿意学 祖师要教他 占卜 参禅 但是悟空 啊 我们不学不学 祖师很生气 用戒齿 打了悟空三下 然后 倒背着手 走了 这就是戒齿 祖师 啪 啪 啪 打了他三下 然后就走了 悟空领悟了 其中的意思 当晚三根 去见祖师 祖师很满意 便教了他 各种法术 三根的意思 就是现在 晚上三点 大概 两三点 这个时间 因为师父 打了他三下 啪 啪 这个意思是 你晚上三点 来找我 被他领悟了 他知道了 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偷偷的去找 祖师 祖师很满意 就很高兴 你很聪明 我打你三下 的意思 就是让你晚上来找我 你都明白了 好 就教他各种法术 法术 法术 就是本领 技术 还有这些学习的内容 一天 悟空忍不住 向师兄们 炫耀 本领 祖师知道后 十分生气 将他赶出了师门 有一天 他忍不住 就向这些师兄们 炫耀 师父教他的法术 本领 表演给他们看 那这样的话呢 师父就觉得 不太好 因为没有教师兄们 只教给了他 所以呢 祖师非常的生气 然后赶出了师门 赶出去的意思就是 你走吧 走 离开这儿 第三章 悟空喜得金箍棒 喜得就是 非常高兴的得到了金箍棒 金箍棒就是这个 悟空回到花果山 为了使猴儿们不受欺负 他将奥来国的兵器 全都搬回花果山 分发给大家 并教他们练习武艺 这个悟空啊 把这个兵器 兵器就是这些东西 可以打架的 打仗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 工具 叫兵器 全部拿到了他的故乡 花果山 然后分发给大家 给了大家 教他们武艺 武艺就是武功啊 功夫 但悟空自己没有一件 得心应手的兵器 有人建议他 去东海龙宫那里找找 悟空自己呢 没有得心应手的兵器 就是 喜欢的 可以用的兵器 就是刚才的这种 这些都不适合他 这些都不适合他 悟空来到东海龙宫 说明来意 龙王叫人拿来一把九股叉 可悟空贤清 这个就是九股叉 他到了这个东海龙宫里面 大海里面啊 然后呢 别人给他这个 他贤清 清的意思就是 哎呀 太清了 没意思 不是我的兵器 龙王又叫人 抬来一柄画杆 方天己 这个东西 画杆 方天己 悟空耍了一会儿 还是觉得清 龙王想了想 只好带他来到 神针铁 如意金箍棒面前 就这个也不满意 所以带他去看了 神针铁 如意金箍棒 就是这个 如意金箍棒 也叫神针铁 悟空看见金箍棒 欣喜不已 他说宝贝有些粗长 金箍棒就自动缩小了 咻 你太大了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缩小 悟空将金箍棒拿在手里 然后尽情舞动起来 龙公顿时乱作一团 他就开心的 舞动啊 拿着他打来打去 这个龙公啊 就乱作一团 大家都哎呀 很紧张啊 害怕呀 然后逃跑啊 没有秩序了 然后悟空又在龙王那里 凑齐了一套金甲 金冠和云旅 这才高兴的回到花果山 这些都是从龙公那里拿来的 一天悟空喝醉了 正睡得迷糊 突然来了两个勾魂鬼 将他的灵魂拉到了幽冥界 这两个就是鬼 勾魂鬼 幽冥界就是人死了要去的地方 是在地下 悟空醒了酒 掏出金箍棒 打死了他俩 然后又打到森罗殿 阎王十分害怕 就是他醒了以后呢 就把这俩鬼给打死了 然后呢又跑到森罗殿 见阎王啊 这就是阎王 我们人死了以后呢 要去见他 悟空让他拿来生死簿 把自己及所有猴子的名字 全部勾掉 阎王只好顺从 这就是生死簿 谁的名字写在上面 那人就会死 把名字勾掉 叉叉叉就化掉 就没有你名字的话 你就不会死 悟空走后 阎王去向玉皇大帝报告 此时龙王也在那里 告悟空的状了 龙王 阎王 他们俩到天上去见 玉皇大帝 告状啊 就是说 悟空很坏啊 悟空做了坏事啊 求求你来 帮帮我们吧 哎 这个就是狗状 第四章 齐天大圣闹天宫 天宫就是在天上的宫殿 它不是人间 都是神啊 神住的地方 玉皇大帝问群臣 如何擒拿悟空 太白金星给他出了个点子 建议把悟空照到天宫 以此管束他 玉皇大帝认为 这是一个好办法 盲命太白金星下界宣旨 他就是太白金星啊 那玉皇大帝就是他 玉皇大帝问了 怎么擒拿悟空 擒拿就是抓他 怎么抓住悟空 那太白金星呢 就给他出了个点子 出点子的意思就是 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告诉他一个好办法 嗯 就是让孙悟空 照到天宫 照到天宫 就是让他来 来天上 这样呢 方便去管理他 管束管理啊 太白金星来到花果山 宣旨 让悟空到天宫 担任毕马温 悟空欢喜的领了旨 太白金星呢 就到他的故乡花果山来了啊 就宣旨 宣旨就是读这个 这个叫旨啊 这是玉皇大帝写的 写的命令啊 这个就叫旨 圣旨 那在这宣旨 就是念 这上面的内容 给他听啊 读给他听 然后呢 他同意呢 就把这个 旨 拿下来啊 就领旨 领旨呢 就接受了 OK 毕马温的工作 就是饲养天宫里的马匹 悟空净直的养马 把马养的 飙肥体壮 毕马温 就是这种工作啊 在天宫里养马 其实就是一个养马的马夫 他养的马很好 而且 静职的养马 静职就是工作很努力的意思 悟空偶然得知 自己的官职最低 气得立即回到了花果山 自语为 其天大圣 悟空呢 突然就知道了 得知就知道了 自己的官职最低啊 这些 在天宫里工作的人啊 都有官职的 他的地位是最低的 你看他们都是很高 他是最低的啊 就是 最没有价值的 嗯 最便宜的工人 气得立即回到花果山 然后 就生气了以后 就回到他的故乡 自诩 就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集天大圣 哎 玉皇大帝文芝 非常生气 马上命托塔里天王 和哪吒三太子 带领天兵去捉拿他 托塔里天王 哪吒三太子 爸爸 儿子 他们俩是父子关系哈 带领天兵 带着这些天兵哈 他们都是天兵 去捉拿他 捉拿他 哎 去抓孙悟空 哪吒变成三头六臂 向悟空宣战 谁知 悟空也变成三头六臂 打得他措手不及 三个头六臂 六臂就是六只手哈 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一般是形容 非常的厉害 能做很多事情 一个人跟三个人一样哈 一个人的能力 跟三个人一样哈 就两个人都变成了三头六臂 然后打 打得他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哈 哪吒呢 非常紧张了啊 快输了 不行了 玉皇大帝很发愁 太白金星说 不如封他 齐天大圣的空关弦 以此堪管他 玉皇大帝很发愁 发愁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太白金星说 不如封他 齐天大圣的空关弦 空关弦就只是 没有实质的能力 只是假的 没有真的这个 是齐天大圣 这样的一个工作职位 只是让他玩 以此看管他 利用这个来管住他 悟空得知 玉皇大帝 封他做齐天大圣 这才收了手 玉皇大帝 嘱咐他 不许再胡闹 收手的意思就是 停止了 没有再打架 没有再杀人了 玉皇大帝 嘱咐他 不许再胡闹 胡闹的意思就是 不听话 给别人添麻烦 这是胡闹 不许再胡闹 就是不许 给别人添麻烦 悟空整天 无所事事 玉皇大帝 怕他又招惹是非 于是就派他去 掌管 攀桃园 因为他是空官闲 所以 每天都没有事情做 假的一个工作 又怕他招惹是非 招惹是非 就是和胡闹差不多 招惹是非 和胡闹差不多 就是不听话 给别人添麻烦 于是就派他去 掌管 攀桃园 这儿就是 攀桃园了 悟空来到 攀桃园 土地神 向他介绍了 攀桃的妙处 悟空 暗自打起 攀桃的主意来 土地公 管理土地的 土地神 土地神 他 管理土地的 嗯 攀桃的妙处 妙处就是 好处的意思 一天 悟空支开身边 众仙 然后脱了衣冠 爬上大树 尽情地吃了 许多桃子 不久 王母娘娘举办 攀桃会 命仙女们 去摘桃 仙女们 来到攀桃园 却不见悟空 仙女 悟空得知 王母娘娘 开攀桃会 没邀请她 很生气 仙女们 忙跪下解释 悟空知道了 王母娘娘 开攀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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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吃桃子的 party 大家来这里 参加party 没邀请她 就没有请她 她很生气 仙女们 忙跪下 跪下就是 这个姿势 跪下 解释 解释 就向她 说明情况 哎呀 不是这个意思呀 不好意思呀 对不起呀 这样的 悟空早早 来到宴会 见已经准备 妥当 神仙们 还没到 便痛快的 吃个够 悟空很早 就来到了party 宴会 就是party 见已经准备 妥当 就已经准备 好的意思 已经准备 好了 神仙们还没来 所以呢 她开始吃了 悟空醉酒 走到太上老君的 宫府 趁她不在 悟空吃了仙丹 然后逃回 华果山 这个就是仙丹 吃了仙丹以后呢 人就可以长生 不老 不会死 第五章 如来施法 镇大胜 事情很快败露了 王母娘娘 太上老君 和造酒的先官 纷纷来向玉皇大帝 报告 玉皇大帝听后 勃然大怒 立即命天兵天将 捉拿孙悟空 事情败露了 败露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秘密 大家都知道了 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你的计划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事情败露了 这些人呢 全部去找玉皇大帝 告状啊 就是告诉他 哎呀 悟空吃了我们的 攀桃 吃了我们的仙丹 玉皇大帝 勃然大怒 勃然大怒的意思 是非常非常生气 发火了 立即命天兵天将 捉拿孙悟空 命就是命令 派这些天上的将军 将士去 抓 捉悟空 见天兵天将赶来 悟空拔下一把毫毛 变出了千百个悟空 齐力打退了他们 那就是用这个毛 变出很多很多个悟空 跟他们打架 玉皇大帝没法 玉皇大帝没法 只好请来观世音菩萨 可是菩萨派出的 护教会案 也不是悟空的对手 护教会案就是他 不是悟空的对手 就是打不过悟空 被悟空打 哎呀哎呀跑了 接着 二郎神来迎战 双方打得不分胜负 悟空只好逃跑 他就是二郎神 双方打得不分胜负 这个意思就是一样的 他们的水平是一样的 不是悟空的对手 是悟空更厉害 他更差 打得不分胜负 是两个人都一样 悟空只好逃跑 所以悟空跑了 悟空半路悄悄变成 一座土地庙 二郎神 一下识破了 他的计谋 抬腿就要踢庙 悟空变成了 这个土地庙 这个叫庙 二郎神 识破了 他的计谋 识破 识破就是看出来了 知道了 哎呀 这就是孙悟空 所以 抬腿要踢庙 这个姿势叫踢 悟空见状 扑的一个虎跳 在空中消失了 接着 他跑到灌江口 摇身一变 变作二郎神的模样 进入庙里受供 二郎神随后追了出去 打得悟空无处可逃 这是假的二郎神 真的二郎神 这是孙悟空变的二郎神 嗯 他们两个又打了 这时 太上老君扔出金刚圈 打中了悟空 孝天犬紧追上来 咬住了他的腿 悟空的头 被这个金刚圈 蹦 打中了他 然后呢 狗马上过来咬他 这个狗也是二郎神的狗 二郎神的宠物 悟空动叹不得 众天兵 这才上前 将他制服 然后用绳索 捆住他 带回了天庭 动叹不得 就是控制住了 不能自由的活动 大家马上上前抓住他 回到天庭后 玉皇大帝 传指处置悟空 可是他已经炼成了金刚之躯 怎样都不怕 就现在要杀了他 可是他已经炼成了金刚之躯 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金刚 就不会死 也不会伤到他 怎样都不怕 怎么去杀他 他都活着 太上老君建议 将悟空放到八卦炉里 烧成灰烬 玉皇大帝觉得不错 命人照办 八卦炉就是这个 把悟空放到里面 烧 用火 玉皇大帝觉得不错 命人照办 觉得可以 这个办法可以 就让大家这样做了 没想到悟空不仅没死 还练就了一双火焰金金 没想到悟空还活着 在里面没有死 反而 练出了一双很好的眼睛 哪哪都能看 玉皇大帝无奈 只好传指请来了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带着尊者 来到了灵霄殿外 他就是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带着这些尊者 来到了灵霄殿外 如来佛祖问悟空 为何如此霸道 悟空说 我是灵仙 想到灵霄殿去坐坐 如来佛祖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霸道 霸道的意思就是 没有礼貌 不谦让别人 以自己为中心 觉得自己最厉害 霸道很骄傲 然后欺负别人 这个叫霸道 如来佛祖说 你若能一个金斗 翻出我的手掌 我就把天宫让给你 悟空同意了 悟空一个金斗 跑得无影无踪 见天边有几根柱子 撑着天 便在柱子上留下标记 然后悟空得意的 回到如来佛祖的手掌 却看见了自己做的标记 这才知道输了 他翻了一个跟斗 就是在天上滚滚滚滚滚滚 然后他以为他已经离开了 如来佛祖的手掌 然后呢 他见天边有几根柱子 他以为这是柱子 就在上面做了标记 写上他的名字 然后他又回到了 如来佛祖的手掌上 最后他发现 你的手指上 怎么有我做的标记 知道自己输了 悟空转身想跑 如来佛祖翻掌一扑 将五根手指化作五行山 将它压住 这是手掌 手掌一翻 把它压住 压住孙悟空 压在下面 接着 如来佛祖取出一张帖子 贴在山顶 如来佛祖预言 以后会有人来救悟空 这个就是帖子 把帖子贴在山顶上 悟空就在下面 不会出来了 因为悟空力气很大 如果不贴这个帖子的话 悟空可以起来 可以跑出来 贴了这个以后呢 他就不会出来了 然后告诉他 以后会有人来救他的 第六章 唐僧收徒孙悟空 五百年后 观世音菩萨 奉如来佛祖的法旨 带着几件宝物 来到东土大唐 寻找去西天 求取三藏真经的人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带着这几件宝贝 来到东土大唐 找能够去取三藏真经的人 再找一个人 一天 唐僧在宣讲佛法时 恰巧被观世音菩萨看到 菩萨算出 他就是取经人 就被菩萨看到了 他就是唐僧 唐僧玄奘 皇帝唐太宗知道 唐僧要去取经 十分高兴 立即与他结为兄弟 并亲自送他出关 皇帝唐太宗 他就是唐太宗 然后知道了 这个唐僧要去取经 就要去印度 去把经书拿回来 就非常高兴 又跟他成了兄弟 送他出关 那个时候的出关 就是出国的意思 几天后 唐僧来到昔日的五行山 当时已改名叫两界山 发现了十凤里的悟空 悟空正伸着手 向他招手大叫 师父 师父 悟空就伸着手 师父 师父 原来观世音菩萨 经过两界时 悟空曾向他求救 他便让悟空 拜取经人为师 观世音菩萨 让悟空 拜唐僧为师 唐僧听完 十分高兴 马上按悟空所说的 取下如来佛祖帖的帖子 救出悟空 把这个帖子给拿下来 这样的话悟空就可以出来了 悟空出来后 马上叩头拜师 唐僧很欣慰 为他取了慧名 然后一同上路了 就这样就拜他 给他叩头 这个就是叩头 把头啪啪啪 这个叩头 拜他为师父啊 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现在 没过多久 突然窜出一只老虎 悟空拿出金箍棒 晃成王口粗 一棒打死了他 这一天 师徒二人正走着 忽然闯出几个强盗 唐僧十分害怕 悟空安慰他 别怕 强盗坏人 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出现了几个强盗坏人 强盗们拿着武器 砍向悟空 悟空却丝毫没受伤 接着他几棒 打死了强盗们 他们拿着这个武器 来砍他 来杀他 但是悟空没受伤 悟空他是金刚不坏之神 永远不会死 也不会受伤 他的身体 然后他几棒 打死了这几个坏人 唐僧满怨悟空随便杀人 悟空见他叙叙叨叨的 很不耐烦 一纵身就走了 唐僧呢就说他 哎呀你怎么杀人呢 你不能杀人呢 叙叙叨叨的 一直叭叭叭叭 说个不停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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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的 就很不耐烦 失去耐心 很生气很烦 一纵身就走了 咻就走了 这时来了一位老婆婆 送给唐僧一件衣服 和一顶花帽 并教唐僧念锦箍咒 老婆婆来了 给了他一件衣服 一顶花帽 还教他念了一个锦箍咒 一会儿悟空想通了 又回到唐僧身边 他看到那套衣服 很喜欢 忙穿戴上 穿戴上了 唐僧见悟空穿戴好了 开始默念锦箍咒 悟空头痛不已 却怎么也摘不下帽子 唐僧停止念咒时 悟空头痛不已 但帽子已化作一条金线 箍在了头上 他不念的时候就不疼 他一念的时候头就疼 悟空知道 使师父念咒 引起的头痛之后 幻然悔悟 历史再也不敢对他无礼了 他知道为什么头痛了 因为他念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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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这个咒 他就头痛 这个时候他 幻然悔悟 就后悔了 然后又知道了 跪下来 就说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你 没有礼貌了 无礼就是没有礼貌 第七章 玉龙变身白龙马 寒冬腊月的一天 师徒俩正走在舌盘山 应酬剑 突然剑中窜出一条 张牙舞爪的玉龙来 悟空见状 背起唐僧就跑 就在这个剑中 啪就来了一条龙 玉龙追不上悟空 气气败坏的 把白马连安佩一口 吞进了肚子 然后钻入身溅 一口把马吃了 悟空把师父安顿好 回来一看 白马不见了 他料定 这和玉龙有关 十分气恼 他回来找马的时候 马不见了 他料定和玉龙有关 料定就是心想 这一定和这条玉龙有关系 这个马肯定是被他吃了 就非常生气 悟空想了想 然后抖擞精神 来到阴仇见 在水面上大声叫骂道 泼尼秋 还我马来 还我马来 泼尼秋 就是骂他的话 骂白龙马 把我的马还给我 玉龙听见叫骂声 怒不可遏 翻出水面 张牙舞爪的 与悟空打斗起来 听到骂他就出来了 啪啪啪 两个人又开始打 玉龙哪是悟空的对手 没几个回合 就败下阵来 转身逃进了水里 怎么都不出来 输了 躲起来了 跑了 悟空掏出金箍棒 将箭水搅得浑浊不清 逼得玉龙又跳出来 和他再打 他用这个金箍棒 把这个手 搅得浑浊不清 那玉龙没办法 又跑出来 和他再打 打了一会儿 玉龙将身子一晃 变成一条水蛇 钻进草丛里 逃走了 变成这个水蛇 噓 跑了 悟空怎么也找不到那条蛇 就把山神和土地神叫出来 向他们询问玉龙的来历 悟空找不到这条蛇 所以他叫来了山神和土地神 问他们 这个玉龙是哪里来的 土地神说 这玉龙原本是西海龙王的儿子 犯了死罪 后来观世音菩萨 亲见玉皇大帝 为他求情 才免了一死 从那以后 他就住在这应酬鉴里 原来这个白龙马呢 是西海龙王的儿子 然后犯了罪 犯罪呢 就是做了错事 犯了死罪呢 就是要死了 他应该被杀的 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就求情了 别杀他 别杀他 让他去这个 阴酬鉴 然后 这个白龙马 来到了阴酬鉴 这时观世音菩萨和接地来了 他告诉悟空 这玉龙是为唐僧取经准备的龙马 观世音菩萨来了 告诉他 这条龙呢 是给他准备的龙马 菩萨对接地说 你到剑边 叫敖润龙王 玉龙三太子 南海菩萨在此 他就会出来了 菩萨对接地说 你到剑边叫 敖润龙王 玉龙三太子 南海菩萨在此 他就会出来了 菩萨就告诉他 去叫 去说这个 那个玉龙就会出来 果然 接地叫了两遍 玉龙就听话的跳出水面 变作人形 向菩萨拜礼 这个玉龙就变成人 见到菩萨就给他跪下了 拜礼 菩萨用羊柳枝 往他身上 辅了一下 喊声 变 玉龙马上 变成了一匹 大白马 菩萨用他的这个 羊柳枝 在他的身上 辅了一下 喊 变 然后他就变成了马 菩萨又摘下三片羊柳叶 放在悟空脑后 变成救命毫毛 让他作为救急救难之用 菩萨摘下三片这个叶子 放在他的脑后 悟空的脑后放在这 变成救命毫毛 变成他的毛 作为救急救难之用 如果有大的问题 大的困难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毛拔下来 然后就可以救他 之后 唐僧师徒连忙拜谢菩萨 一会儿菩萨驾云离去 悟空牵了白龙马 将师父扶上去 二人继续向西天而去 第八章 唐僧收徒 猪八戒 一天天快黑了 唐僧与悟空来到高老庄 他们偶遇一位青年 一问才知 他是庄主高太公的家丁 他说 高太公家里招了妖怪 要我去请法师来捉妖 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位青年 这位青年是庄主高太公家的 家丁 家丁就是在家里帮忙工作的 打工人 就是一个职员 家丁 以前古时候家很大嘛 所以需要外人来帮忙 这种人叫家丁 妖怪就是怪物 奇怪的 不是人 不是鬼 奇怪的东西 要我去请法师来捉妖 去外面请这个师父 来捉妖 就把这个妖怪抓住 悟空一听 马上和唐僧跟随家丁 来到高太公家 高太公将详情告诉了他们 他就是高太公啊 来到他家里面 高太公就把详情 就认真仔细的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了 原来高太公家 三年前招了个上门女婿 和那人后来竟变成猪一样的妖怪 三年前呢 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女婿就是和他女儿结婚的人 他女儿的丈夫 女婿 女婿 来了一个女婿 后来这个女婿啊 就变成了猪啊 变成了猪 就妖怪 悟空听后 来到妖怪住的宅院 捣碎门锁 进了屋子 可是没有妖怪的影子 他听了以后 就来到这个妖怪住的这个房间里面 把锁也给打坏了 进去 可是没看到妖怪 悟空摇身变成高太公家小女儿的样子 一会儿狂风大作 妖怪来了 这个悟空变的啊 他其实是悟空啊 悟空变成了他家的小女儿 等这个妖怪来 悟空装作生了病 不断生营 妖怪健壮 就往前凑 被悟空一把推倒在地 悟空呢 就装病啊 假装生病啊 其实没有生病 但是装生病 不断生营 生营的意思就是 哎呦 好疼啊 哎呦 这个就是生营啊 妖怪健壮啊 看到这个样子就往前去安慰他 结果被他推倒了 悟空说 我父亲请来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收你呢 妖怪一听 转身就跑 妖怪听到了 马上就跑了 悟空一把扯住妖怪 然后把脸一抹 变成圆形说 呆 看看我是谁 妖怪看见悟空的本来面目 吓得真脱衣服逃跑了 就抓住他了 变回原来的样子 他就逃跑了 悟空跟着他来到一座高山上 见他钻进山洞 随即拿着一柄九尺钉耙跳了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武器九尺钉耙 跳出来 悟空问妖怪的名号 妖怪自报家门道 我本是天上的天鹏元帅 因罪被贬 悟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是谁 然后妖怪就说 我原来是天鹏元帅 是天上的一个将军 天鹏元帅 因罪被贬 就是犯了错误以后呢 就要来到人间受到处罚 要在人间作诸 悟空不听他多说 便与他打了起来 妖怪打不过悟空 又逃到洞里去了 悟空不听他解释了 又和他打了起来 然后呢 妖怪又跑了 悟空把洞门打碎 大声叫骂 妖怪跳出来喊道 我没招惹你 你为什么欺负我 悟空就把他的门给打坏了 然后他就跑出来说 我没招惹你 我没招惹你 就是我没惹你 我又没跟你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呢 嗯 悟空回答道 我保护唐宋 西天取经路过这里 听说你是妖怪 就来捉你 妖怪一听 盲问 取经人在哪里 快带我去见他 悟空就告诉他 我是去西天取经的路上 路过这里的 然后听说你是妖怪 所以我才来打你的 然后呢 这个妖怪就说 啊取经人在哪里 就是你的师父在哪啊 带我去看看他 带我去见他 原来这妖怪 也是观世音菩萨 指派跟随唐僧的 接着悟空绑了他 带他去见唐僧 绑 就是这样 绑了他 把他绑起来 绑了他 把他带去见唐僧 唐僧 带来见唐僧了 妖怪见到唐僧 把详情说了一遍 唐僧收下了他 还为他取了别名 叫八戒 就收下他了 现在呢 他就是唐僧的徒弟了 给他的名字叫八戒 高太公非常欣慰 马上设宴 筹谢唐僧 然后师徒三人 告别众人 向西而去 就感谢了唐僧之后呢 他们三个又出发了 先读到这儿 未完待续 我先读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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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